高雄金傳一歲女嬰被燙傷 家長控訴把女兒送到拖嬰中心之後 接她下課 發現她的嘴唇、臉頰竟然出現紅腫 拖嬰中心人員第一時間還謊稱是女嬰撞到奶瓶 家長帶女兒就醫 才發現已經是二度燙傷 釣魚監視器 懷疑就是老師強罐牛奶給女兒喝所造成 決定提告 一歲到女童嘴巴整個腫起來 嘴角周圍臉頰也泛紅 爸爸到拖嬰中心接寶貝下課 嚇了一大跳 父母覺得不對勁 帶孩子就醫 途中女兒的嘴巴又變得更重 醫生檢查證實是二度燙傷 明明是燙傷 拖嬰中心卻謊稱撞傷 媽媽不滿打給老師 家長釣魚監視器 懷疑拖嬰中心老師疑似搶灌牛奶給女兒喝 才會造成燙傷 拖嬰後牛奶 然後我女兒一直扶著 一直扶著一直扶著 扶著不知道怎樣 早知就把我女兒帶去後面 這件事情沒有看到後面 過了三四分鐘才帶出來 不確實有不當對待的情勢 將一兒哨法的部分 開罰托育人員六到六十萬的罰環 四十一四十二就太高了 復幼醫院護理師示範泡奶 SOP 奶粉的話就是要七十度 他才會完全的去做消毒殺 用七十度水溫 沖泡奶粉接著奶瓶泡在冷水 十五分鐘左右 降溫的動作 為奶前大人還得先試溫度 確定在四十度以下 不會燙口才能給孩子喝 避免發生燙傷意外 記者吳國珍高雄報導 記者吳即將